檢查大腸癌要檢查哪一個項目 我們現在最簡單的方式 也是我幫公民健康局 我們推銷一下 我們50到69歲兩年一次 糞便前血檢查 有的時候我們就說要多多關心一下 我們自己的糞便 要看一下它的顏色 看一下它的樣子 常常有時候是看不出來 但有時候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才會淺血 因為它的血可能是 已經是混在裡面了 所以糞便前血檢查 也是必要做的 這是一個最初步的檢查 當你篩選出來 如果你是陽性的話 那有進一步就需要做大腸鏡檢查 好 大腸鏡檢查 那通常我們剛剛也前面講過 你要從一個癌症 從一個正常細胞變成一個癌症 通常是經過幾個步驟 所以常常中間我們都先看到 所謂的那個叫吸肉 常常看到吸肉 所以我們做到大腸鏡檢查的時候 如果看到吸肉就會幫你減下來 拿去化液 是不是你預防那個吸肉 會有病變的機會 對 因為我們癌症 通常是從吸肉變來的 所以你把吸肉減掉以後 你就等於說 就避免你變成大腸癌症 覺得我自己為例 我大概12年以前的話 我就有一陣子就常常拉肚子 我在想說那個時候我40多歲了 我就趕快去做一個大腸鏡檢查 就看到一個吸肉 0.6公分的 那醫生幫我減下來以後 去化驗已經快要變成癌症了 對 那時候只有0.6公分 對 那如果說我把它放到現在 我可能現在已經是大腸癌轉移了 就是這樣 你那時候就已經在拉肚子了 我有一點… 所以大腸癌的症狀是什麼 除了拉肚子之外 還有什麼一些比較明顯的症狀 出血 出血 對 有時候就是貧血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 一個病人就是說年紀大 譬如說50歲以上 他莫名其妙他就貧血 然後去檢查 然後去缺少鐵質這樣 那缺鐵性病血 那可能就是他的症狀 然後另外有些就是 比較明顯一點 在左側大腸 那可能真正看到那個血 就這樣流出來這樣 或在大便上 你會看到一些血便的現象 那個是比較 你自己會看得到的 那如果說已經發生腸組塞 或是腸子破洞 那個很痛 那都已經很默契了 對 我一個那個病人 他就是很冤枉 他是做那個PAT 就是症子檢查 就發現有東西 可是呢 因為他是女生 然後又很胖 又高血壓 那他呢 那他又有這個 就是爸爸是 就是有這個大腸癌 那理論上他應該要做 全部的大腸鏡 結果呢 去做的時候 因為他血壓高又胖 所以那個醫生可能就建議說 要不然你做一半 做一半的這樣 那他偏偏他運氣不好 他就長得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這樣子 深結腸 鹹結腸 降結腸對不對 他左邊是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降結腸這個部分 大部分癌都在這邊 可是他長得是在那個 生起來那個地方很深 所以他的這個症狀 要做到這裡面 可是做到這裡面 他因為血壓高 他又不敢給他麻醉 所以他做一半 所以他的 就沒有檢查到這個 深部的這個瘦癌 因為你拐過他會痛 對啊 有人又不能打茶水 因為怕他痛的時候 又麻醉的血壓又太高 又危險 所以這個部分就沒有檢查到 所以等他到後來 就剛剛那個趙主任說的 剛剛他長阻塞的時候 已經很後期了 就發現那時候他還沒有感覺 就長阻塞 一開下去 已經跑出來到乾了這樣 先推銷一下 就是說每家醫院都有所謂的 無痛的 常進檢查 他就是要那個 上麻醉 有麻醉吃在旁邊 就是你睡一覺醒來之後 你檢查完了 對… 所以他如果有這樣的 但他這個比較貴對不對 要自費那個麻醉項目 麻醉項目 OK 好 那很多藝人朋友 好像都是有這個大腸的問題 對 其實從今年 去年開始 前年開始 我們大家知道都楊烈 楊大哥 他一開始也是因為大腸癌 不過他現在有在控制當中 是 一開始發現也是第二期 他就發現 我們再看 想去年回想一下 我們看一下李國修 一發現到也是三期 李國修老師 陳志遠 他是一個音樂作曲家 一發現他已經是末期了 對 那個就是說 大家可以發現到說 為什麼 發現的時候都已經是二 三期以後 對 因為大家一直都有一個 像賀義航也有 賀義航我剛剛錄影才好玩 他說他常常覺得有痔瘡 所以他常常寫變 我就常會跟他討論說 我也有 所以他絕對沒有想到說 他會有大腸癌這個部分 但他只是認為他是有痔瘡而已 所以他當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第三期了 但你不要用這種眼神看我 好像我已經第三期了 那感覺 不是 我在回想 我順便要去檢查一下大腸鏡 所以很多人會把血變 跟前血 因為痔瘡一用力的話 旁邊會裂開來 會剛裂 所以就會有一些血出來 但是痔瘡的血會比較先紅 對 是不是如果是大腸裡面的 有什麼病變的話 那個血會那麼先紅嗎 血色會不一樣 如果你是在左側大腸 很可能是鮮血 這樣 所以不要忽略任何的 不要忽略任何的 只要有血就一把肌 對 只要有血就去 有的是淺血看不到的 還有就是說你有發現 這些人的生活 坦白講不是很正常的日常生活 他們都常常去熬夜 有時候晚上也需要應酬 他們的輕… 就是他們的年輕時候的生活是這樣 一直到發現到的時候 都已經是為時已晚了 對 跟飲食習慣也有關係 當然 因為他晚上他們熬夜 像你比如說老師 他們必須每次都是台戲 排得很晚放宵夜 他不像我們那樣三餐正常吃 可能回去再吃一點宵夜 如果說一忽略了 他還忘記高鮮的食品 像賀大哥他 他很少吃肉 對 他很少吃肉 對 到後來他才改吃素 他後來發生事情他才改吃素 對 很少吃菜 他本來很少吃菜 對 很少吃菜 很少吃肉 然後千微素不夠 對 他發生事情的時候才改吃素 這個是我一個病人 那個大腸癌已經轉出去的 他的耳朵 給我們鏡頭看一下 好 我忘記帶iPad 就比較大 他就…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他睡不好幫他做耳針 我就發現他的耳朵 那個大腸區 在這個大腸區這個地方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大腸區的地方 就這樣子紫紫的 然後黑黑黑的之外 還講有沒有 屑屑 耳朵 耳朵 剛剛我有偷看一下 趙主任要有一點點 這個 你看 趙主任你看 有沒有 這個人的耳朵 我們每次都要離吳醫師遠一點 不然他都把我們秘密都說出來 都看得到了 趙主任把朱醫師說出來 對啊 所以伊莉 剛才趙主任有提到說 大腸癌跟我們經常吃燒烤 炸的是有關係的 對 其實你知道會得大腸癌 其實飲食習慣就是 吃好 喝好 睡不好 就是沒有辦法去 完全地預防它 預防它 比如說妳說妳 如果說妳知道自己是 得攝護腺癌的高危險群 也許我們就是說 妳把攝護腺割掉這樣 來預防 但是好像 全身都要割光了 像有一些 對啊像有一些乳癌的對不對 真的 他們就是預防 因為他們之後他們40歲 一定會得癌 什麼 預防惡性腫瘤 竟然要直接切除器官 真的沒有其他方法了嗎 到底惡性腫瘤 還有什麼驚人內幕呢 下集健康好簡單 繼續告訴你 癌症就真的是 頭號殺手嗎 沒有辦法預防 它的原因有很複雜 如果說妳知道自己是 得攝護腺癌的高危險群 也許我們就是說 妳把攝護腺割掉 家族裡面女性都一定有 乳癌的病史 所以有些人會先切掉 對 然後去預防它的發生 沒錯 您現在收看